软起鸡皮疙瘩 曹一鸣第五将徐晃登场 他战力有多强 兄弟们强烈推荐 镇魂间的第八季再次爆燃 没看过的朋友一定要去看 曹一鸣的第五首布林徐晃登场 那种压迫感和自信感 直接盖住了前面出场的四位将军 志勇坚被右将军以一当千 真的是一整集的打斗 加上中人的配音 帅了我整整一脸 曹一鸣在进入血王的血国之后 体力逐渐下降 不但如此 血王还变身小柔 跟着曹一鸣一路行进 甚至还在潜移默化之中 冰封了曹一鸣的四位守护林 在四个守护林都没有战斗力之后 血王露出了自己的面目 轻而易举就击溃了 早已在风雪中筋疲力尽的曹一鸣 然而就在曹一鸣准备放弃 慷慨赴死之时 血王的血人挡住了攻击 原来他便是曹一鸣的第五个守护林徐晃 你究竟是谁 即便身处绝境 也不可轻言放弃 主公 倘若你倒下了 功力要不做谁 成就罢业 和你这退去 量才增强 老妖精 倒在你设计接近主公那一刻 我便依不在了血人身上 你这都没有发现 看来 你是能够出活人的心 却拾不破我守护林 徐晃呢 作为智慕双全的佑将军 在小柔出现之时 他就察觉了异常 才能在最关键时刻救下曹一鸣 徐晃一出场就逼格拉满 面对血王的冰封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就破解了 因为徐晃的身体力 可是又来自于红莲地狱的兵宴 而不是前四位将军的红莲夜火 所以血王能够控制曹一鸣的内心 能冰冻曹一鸣的所有亡灵 可是他困不住徐晃 徐晃手起刀落 左手白龙鸣 右手出云斩 很快就取决了所有血狼 徐晃眼看大事不妙 舍弃身躯 化为九阴之体 原来血王本体就是九头大蛇 徐晃也不拖大 冰宴一出瞬间解开了徐楚 夏侯敦他们的冰封状态 战力拉满 一场大战就此开始 在徐晃的冰宴和曹一鸣 他们的围攻之下 很快九头只剩其三 然而血王还要赴雨顽抗 使出终极大招 极地动气 要是没有徐晃在 曹一鸣还真打不过 不过徐晃可是专刻血王 无人力量全部合在一起 交给徐晃使用 血王又整势对手 一个长达四十米的大斧头 一招雷霆半月斩 血王还想化身小柔 利用曹一鸣 可是他就不知道 这正好让曹一鸣内心 对于小柔的亏欠 慢慢释怀 魏王就此诞生 整个第八季给我的感觉 就是郑魂街第三季 再次上了一个新台阶 不是打得有多然 而是徐晃的霸气 曹一鸣的配音 以及那刚刚好响起的爆然音乐 仿佛让我们回到了2016年 于尽生死 解开十殿炎罗的时候 你们觉得目前第三季的观感如何呢 那么就有许多朋友好奇了 目前曹一鸣出现的守护灵 这样看是不是徐晃最强的 其实并不是 但是作为唯一的冰焰守护灵 他在对战时拥有极大优势 我们都知道曹一鸣是火将军 他的守护灵基本上都可以使用地狱火焰 但是这一能力 其实是被冰属性或者水属性相克的 比如刘亦禅 刘亦禅拥有了五虎商将 而且是冰属性五分区 从五行上来见 是完全压制曹一鸣的 这其中唯一特殊的就是徐晃的存在 他身上的白焰却不受这种压制 后期撤王的曹一鸣 一定会对上刘亦禅 所以徐晃的作用极其强大 也是唯一能摆脱属性相克的存在 不过因为他是主动出来的 所以极少受到曹一鸣的主动召唤 那么问题来了 曹一鸣的七个守护灵 战力排名究竟是怎样的呢